阿吉說你找我?有什麼事? 吉叔有沒有跟你說 說你有個四太太來找你? 我知道 本來我打算在爹地受訟那天 帶他回去見爹 但是他剛剛從上海下來 不知道我上海發生不太多事 其實我打算讓他先回上海 原來你真的打算娶個四姨太? 不是,大哥,你已經有三個老婆 三個你還不夠嗎? 那個女人跟你女兒的年紀差不多 你閉嘴,你有什麼資格管我的事? 男人三妻四妾,很正常 別說四個,就算四十個 只要有本事就行了 再說,我們上海人丁擔薄 我有一個責任,幫上海開枝散熱 你也一樣 上海…你別什麼都拿上海做藉口 當年你搶了獸恨 你也是說是為了上海的 說來說去,又是獸恨? 你別忘了,那個是你細嫂 要不是因為你 你今天會是我細嫂嗎? 你搶了她,你就對她好一點 你為何要拿起她? 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做 她已經日子怎麼過了? 我肯在細嫂伯面前 跟你一起說一些違心說話 我不是為了你的 這麼多年了 我還以為你會長進一點 真是想不到 你心裡還是有兒女之情 感情用事 我是做大事的人 不會和你一般見識 那我問你 你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娶這個女人? 是 我不會讓你這樣做 我爹剛好過世,你要守考三年 如果你一定要這樣做 我就找十叔他們來評理 沒錯,按照香禮 如果家裡有個長輩過身 三年之內是不得嫁娶的 不過,如果那個親屬 是在長輩生前定落的 那就在桑期一百天之後進行 那就合乎香禮了 我現在就是按照香禮 除非非任何 你這樣做,就是不孝 阿爹心裡的說話你可以不相信 但是現在我是一家自主 沒有人可以阻止我 無緣無故,他有四太太回來 還以為歌女出身 也不知道老爺怎麼想 畢竟他也有了大哥的骨肉 儲過過門也很應該的 歌女,老爺也不知道我搞清楚 連鑊,有些事不可以亂說 一會兒被人聽到是非就多了 那倒是,如果一件事 像上次這樣搞得滿城風雨 那就不太好了 大姐,茶茶水有四的事 你何時知道 怎會我事前一點都沒聽說過 我只是替大姐,你不值得 無緣無故多個妾氏 妻也好,妾也好 我們都希望老爺多個藍丁 為上家開枝散葉 是呀,最好 想當年我替老爺生兒子的時候 哪有像阿四一樣,住這麼大的房間 不過不知道他拖著我是不是兒子 還有你們一個人要替我聽著 小心別碰到四太太 又不如把我拖出來 到時候我一屍兩命就為你們試問 知道嗎? 好了,你擺口是何時收的呢? 是不是要等老爺聽到 回來懲戒你,你才安心? 大姐,我知道什麼時候說什麼話 你別擔心我了,你擔心受用就好 你擔心我了,畢竟我有個長子的孫 我害怕也沒害怕過 叔叔肯就不同了,年紀不小了 百年了,打眼都不長多謝 經常在這裡假裝清谷 從早到晚就黑口黑臉 一對老爺就懶懶懶懶懶 你別說我,阿四入門 就是他肯定打入懶功 那小嫂又不是說得沒道理 我在夫家那邊見到那小嫂 一入小的入門就立刻沒有地位失寵 真的很可憐 那你豈不是幸運,你老公吃得早 就不用阿二,你一定不會失寵 細嫂,怎麼會說你這種話 大姐,三姑娘,細嫂 細嫂 帶來奶奶、二太太、三姑娘 細嫂,你千萬別誤會 我們坐在那裡聊天,沒說你閒話 就是關心你 當年我嫁入門 你這個二太太沒多人關心 我先進房間,大姐 好,我放長雙眼,讓你包廢了多久 三太太,其實你不用理二太太說的 她說話一向都這麼難聽 無關痛癢的人,我不會在乎 出言不信的話,我也不會放在心裡 我現在只想畫好這幅畫 不如就說剛才二太太 被你激得生蝦禁條的生氣 三姑娘,我有事給你做,跟我出去 二太太有事,就交給玉蘭做 我是三太太的近身 你這個臭丫頭這麼放肆 這麼和我說話 二姐,要鬥氣的話,別找下人出氣 她有什麼新鮮蘿蔔皮這麼厲害 她有資格和她鬥嗎 是四太太那邊工作多,想找客人幫忙 秋菊,那個四太太那邊幫忙執房 那邊有大奶奶,我放心 三太太? 四太太那天入門 一隻起碼三、五、七都不頂 隨便你 還不走? 細嫂 二嫂 秋菊走開了幾天 我想你一定很不方便 你有什麼需要,你儘管跟我說 我叫阿絲過來幫忙 謝謝你,別客氣 大姐,這些事讓下人做就行了 其實有時候有些事 一定要親力親為的 那我幫你 不用了,修行 阿絲,自從你和二叔的事傳出來 老爺是不是很久沒有進你的房間 那不是辦法的 老爺是一家之主 也公事繁忙 你一定要主動一點 你化解要僵局 就是我怕老爺太忙 我不想打擾他 修行,有一件事 我只是告訴你一個人 阿四太入門的事 我是事前不知道的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就是想你知道 在這個家裡 不是每件事我可以說得到 也不是每件事是我預計之路 阿蓮說是一個什麼人 我想你最清楚 她口口聲聲叫我做阿姐 其實她根本不放我在眼裡 而阿菲菲這個四太 她是歌女出身的 她為什麼進來這個上家 我真的看不清楚 修行 在這個家裡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如果你也不站在我那邊 我這個大奶奶也不知道怎麼做 這個家我也不知道怎麼當下去 大姐 修行 我知道你這份人 什麼都不計較 你就當幫我這個大姐這個忙 好嗎 這個燉品是被老爺保身的 你幫我拿給老爺 乖 最新劇集《易天奇案2》 已經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上架了 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 快點去下載這個app來煮劇吧